Hello,我是Shanan 今天我过来帮客人做这个home inspection 就是后面这个房子 然后这个inspector这个检查的人已经到了 他刚才已经放了飞机上去检查了屋顶 然后我们现在要从这个房子的外面开始 然后一直检查到里面去 那这个房子它状态蛮新的 应该没有太大问题 但是我们还是要看具体的这个检查报告 这个屋主呢还住在里面 他还住在里面呢 刚才跟他打了个招呼挺好的一对夫妻 然后他们是work from home的 但是他现在要把狗牵出去遛一下狗 然后让我们方便我们进去检查 我们现在正在检查这个房子的外观 他挺好的 他刚才我跟他说了一下 他同意我把他工作的这个录到我的video里面 上面放东西呢 我看这个房子 没发现我压根没发现我这个地方 你看这边是可以保持到这么干净 对我就觉得他们两个真的是很干净的那种 你看他上面那个管道包的那个东西都还挺新的 可能是新装的吗 不是新装 就是可能当时做的时候质量比较好 对他包着那个管子的这个格温的这个材料 对都是挺好的 其实我就是比较喜欢这种 就不是全新的房子 对是它工作好吗 对 是的 对 是的 所以我们开始打开 这个是很好的 这是很棒的 这是一个很棒的 这是一个很棒的 你需要更好的 那是很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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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这组织是很棒的 好,这组织的壁是很棒的 是很棒的 behind the mirror and the aluminum framing okay that's how the manufacturer does them i see if you're not comfortable with that you can use some caulking or some silicone right here yeah and then squeeze it together put a clamp on it or some tape and let it cure for a day okay okay i see okay 我们已经做完房屋检查了 然后这个房屋检查呢 通常是我们在卖房子的时候卖家会去做 当然也有很多情况是买家需要去做 看具体的情况 然后呢很高兴这个房子没有什么大问题 就是地基屋顶这些大件都没问题 因为它本身condition非常好 我们当时看房的时候 就是发现这个主人是住的非常用心的 很多东西自己upgrade了 所以就是说咱们在买房子的时候 遇到这样的前屋主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 当然我当时看的这个房子 我就觉得它的这个跟我预估的情况差不多吧 有一些些的小问题 但是非常非常的轻微的小问题 所以非常高兴今天非常完美的完成了任务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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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